朋友们大家好 在我身后是我家的鱼塘 看一下 水都少了好多好多 水面直接下降了一米多 今天来鱼塘给它堵一下漏 因为会漏水 再加上最近天气非常的干 一场像样的大雨都没下过 所以会导致鱼塘没水的 现在过去堵一堵 看看就这个地方漏水 有个小漩涡 搞得整个鱼塘都没水 现在找到了漏水点就不怕 就在这个位置 之前在这个水泥坝这边 一直都是漏水 一直堵堵堵堵上来 堵到这里 我估计以后这上面还是会漏的 没办法 之前没做好就是这样子 这里有 Centre 有点厚 pris 散发的 来说 这里堵了一块 一块油脂加上三包黄泥土 这里搞定了 然后老师傅从这边检查一下 看看这旁边还有没有漏水的地方 看看我的鞋也就没到这个位置 以前水位是从这里编的 有一米多高的水位 这个水位都可以捕鱼了 哇塞好多小鲫鱼啊 这里有一条鲫鱼 唐甲哈 这家伙还蛮大的 这是意外收获 还有鱼抓 这个石头下好像还有一条 这种鲫鱼 有些东西云 这种鲫鱼 这种鲫鱼 还不鲫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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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没有任何来的 走赶上 还有这里 来好 我刚才给它弄得到水一样了 刚才供粮子 谁供粮子 这里有小的糖角 还有一条大的在这里 看来 我们翻过了没有 弄得到去 没有供粮吗 盖它给狗粮 我的东西 哦 猛粮 猛粮 看看我们的鱼 在鱼塘里面堵塘 抓了两条黏鱼 这个大狗里面自己放的 当时放下去就 拇指这么大 长了一年了 就这个样子 好像长得一点慢哦 估计今年再长一年就很大 因为这个个头啊 它能吃鱼了 看它肚子的多宝 估计里面好几条鱼 还有一个 糖刺鱼 这条糖角还可以啊 这样弄一下 那个鱼糖没有漏水了 因为我去那个出水口看了一下 的确是没有漏了 但是有个问题啊 这个 这里不会漏水了 那小鱼糖啊 小鱼糖就没有水下去了 那个小鱼糖也会漏水 到时候那鱼苗又是个问题 先不管了啊 先把这个大鱼糖先弄一弄 因为这边的鱼有1000多尾啊 如果再少的话就很危险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集再见 拜拜